第十二集 孙坚催良 华雄劫营 现在开始 孩子们 超级三国 咱们书接前文 我是千爸 上一集咱们正说到 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 派出孙坚为先锋 攻打四水关 董卓呢 派出大将华雄去四水关迎敌 结果是诸侯这边的冀北相报信 他想抢一个头弓 命他的弟弟暴忠 超劲道赶到了孙坚的前头 先到达了四水关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 见了华雄只一个回合 就被华雄一刀劈于马下 不但如此 他这一死还连累厚道的孙坚 也跟着败下阵来 虽然败了一阵 但是孙坚可没伤到元气 他整理队伍第二天 接着就来攻打四水关 这一次 华雄刚要出战 旁边的副将 就是那胡枕可说话了 大帅 今日您且在城中休息 末将不才 愿领兵前去迎战 怎么着呢孩子们 原来这胡枕呢 一看昨天 华雄一刀就把那豹中给劈了 他心想 这联军原来都是些乌合之众啊 没什么本事 这也太容易了吧 这样的功劳我也得抢啊 所以今天他是头一个请令出战 华雄呢 一看这胡枕 知道他也是董卓的心腹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嘱咐两句 胡将军且小心迎敌 放心吧大帅 且看末将之能为 就是你看我的吧 准错不了 胡枕带着五千精兵 大开城门可就杀了出来 两军对阵 胡枕一看对面 心说行 昨天刚拜了一阵 今天这孙坚的队伍还这么齐整 这些将校一个个精神还这么饱满 他哪里知道 暴中哪能跟孙坚相提并论 这胡枕不把孙坚放在眼里 可就犯了轻敌的大忌了 此时就见胡枕 挺枪越马式直奔阵前大叫一声 大胆反贼 哪一个过来送死 孙坚小儿最好是你过来 让你尝尝你家胡将军打枪的厉害 孙坚一听心中恼怒 孩子们 孙坚虽然能打 人称江东猛虎 但是他这性格也跟猛虎似 比较火爆 有时候呢 也不太冷静 一听这胡枕骂战 就要出战 此刻早有人大喊一声 主公 且慢 区区蜀背 不劳主公动手 把他交给墨江辽 说着一匹战马 是跃出本阵 孙坚一看 正是自己的心腹爱将 程浦 程浦收拾一杆长矛 也很勇猛 冲到阵前二话不说 举毛直刺胡枕的心窝 胡枕是横枪招架 叮咛 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这一交上手啊 胡枕心说不好 怎么了 他就感觉这程浦 是力大毛尘 而且出招奇快 自己根本就招架不住 他心一慌啊 手中这枪法可就乱了 也就五六个回合程浦 看准了机会 来了个指导黄龙 一毛挣扎在 胡枕的心窝上 就听了 啊 胡枕大叫一声 撒手扔枪 跌落马下 孙坚一看 程浦获胜 把手中的令旗一举 来啊 给我攻城 随着这一声令下 孙坚这边的士兵 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胡枕带那五千兵呢 一看主帅死了 掉头就往城里跑 没跑多远 可就被孙坚的士兵追上了 孙坚此刻 真像猛虎入羊群一般 冲进敌阵 就是一阵的砍上 气就快这屁 就快这 把这 把这些敌军杀的是 鬼哭狼嚎 不一会儿 他们可就冲到了城下 孙坚命人 驾云梯攻城 梯子刚架好 城上挥瓶炮子 滚木雷石 这些划了 比了怕了 天堂就砸下来了 连带着密集的弓箭 一时间冲在最前头的这些士兵 是硬生倒地 死伤一大片 孙坚此刻拔出宝剑 大喊一声 给我供 只需进 不许退 带着士兵是死战不退 这场战 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 孙坚也没能攻破这四水关 他看看天色将晚 而且士兵疲惫 死伤也很多 于是下令撤兵 回去修正 不管怎么说 这一仗 孙坚算是获胜了 城普赐死了胡枕 胡枕带来那五千士兵 也被尽数消灭 回去之后 孙坚就命人修书 向袁绍请功报捷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话雄 他今日在城楼上面观战 一看这胡枕 心说这也太没用了 几个回合就败了 接着看孙坚带兵 潮水一般的涌了过来 华雄立刻在城头指挥士兵 是坚守城池 连射箭带人滚木雷石 忙活了一整天 总算是顶住了 看孙坚退了兵 华雄回到城中率府 这下他也知道孙坚厉害了 是连夜召集李肃和赵岑 商议守城的策略 该怎么加强防守 防止孙坚偷袭 几个人商定好 每天不同时段 带兵在城头巡视 他们本来也以为 孙坚第二天一定还会来攻城 结果没想到的是 一连着三天 孙坚这大营里 没动静 既没有攻城 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反应 华雄心里纳闷 便找李肃商议 李将军 那孙坚为何不发兵攻城啊 你说难道是有什么别的阴谋诡计吗 李肃说 目前不好说 不如咱们先派几个探马化妆改办前去打探一番再做定夺 好吧 华雄觉得有理 拍了几对探马 趁着夜色偷偷的从不同的城门出去 孩子们 这探马其实就是侦查小分队 专门用来刺探情报的 话说又过了两天 其中一对探马回来了 禀报华雄说 打听清楚了 孙坚不是不想来攻咱们的城池 他是营中缺粮 他正发愁想办法那儿筹集粮草的 没功夫来打咱们 华雄还没说话 李肃听了笑的说 将军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我有一计可保能杀败那孙坚 华雄一听 李将军快说说 是何计策 将军 俗话说大军未动是粮草先行 没有粮草作为后盾 军心避乱 那孙坚现在一定是焦头烂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定是这些诸侯之间心不齐 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因此故意拖延孙坚的粮草 咱们正可借此机会 就在今夜晚间 带兵前去偷袭孙坚大营 他以为咱们只敢坚守城池 不敢出战 万想不到咱们敢去截他的大营 偷袭他 将军可一战成功呢 华雄大喜 妙计 就依先生之计策 孩子们 咱们这儿交代几句 李肃说这诸侯心不齐 有人故意拖延 不给孙坚粮草 他猜对了吗 一点也不错 咱们之前说过 袁绍为了保险 派他弟弟袁树总督粮草 那么孙坚作为先锋官 在四水关浴血奋战 袁树的责任就是确保粮草的供应 但是袁树这个人心胸狭隘 就是小心眼 嫉妒心还特别强 他一听说孙坚打了胜仗 心里头嘀咕 听说这个江东猛虎风头 不能都让他一个人战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不行 不能让他胜得那么轻松 想到这他密传一道令 说给孙坚的这些粮草 全都给我原地不动 待命 他这一待命 孙坚哪受得了 眼看要断粮 这粮要断了 军心避乱 因此他是天天写加急的信件 催促袁树发粮 袁树给他来个装傻充愣 就当没收到 所以说真让李肃给算准了 他让华雄半夜带兵偷袭 孙坚大营 这一步也走对了 咱们说说简短 就在当夜的晚间 华雄和李肃各带着五千精锐铁漆 从两个方向摸黑 可就偷偷的接近了孙坚的大营 到了营门口 发现除了有几个职业的军校 倚着营门 滴着个头 没精打采的好像睡着了一样 整个大营是黑漆漆静翘翘 根本没有防备 为什么呀 没吃的 人一饿他哪有心思干别的 晚上都早睡了 华雄一看 心说机会来喽 他猛的把大刀往空中一举 给我冲呀 活住孙坚 一众人马可就冲进了孙坚大营 这一下孙坚这大营可就乱了套了 那边李肃带人也冲进来了 两下里夹击 孙坚的士兵都睡觉呢 朦朦胧胧的一听喊杀声大作 急忙想起身来应战 哪来得急呀 被华雄和李肃这些兵啊 像砍菜切瓜似的 去就看 死伤无数 再说孙坚本人 他也睡觉呢 而且睡得挺熟 为什么 天天催凉把他给烦打 隐约中就听外面一片大乱 有一个小校冲进中军大仗 将军 大事不好 华雄来劫营了 哎呦 孙坚一翻身从床上跳了起来 心说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也太倒霉了呀 他草草披挂取了兵刃 出了大仗一看 外面好吗 鬼哭狼嚎 四处起火 孙坚摇头啊 自己这大营啊 完了 新手我先跑吧 我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他赶紧上马 只带着几个亲兵小校 是往后就跑啊 中间又碰上自己的部下 祖帽 跟孙坚会合一起 边站边走 他们俩也就刚跑出去 没多远 猛然听得背后一声大喊 孙坚 你往哪里走 花熊 倒了 呦 这一嗓子把孙坚吓一跳 他心说怎么来这么快啊 原来这花熊 专找孙坚来的 俗话说 秦贼先秦王嘛 他进了大营 别人怎么杀 他不管 他单冲孙坚 这中军大营来了 到了一看 大营里没人了 再一瞅 不远处一队人马 簇拥着一个人 这个人不一般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头上发亮光 怎么回事 原来孩子们 孙坚头戴一顶紫金棺 非常名贵 这顶棺上镶嵌着 好几颗珍贵的夜明珠 在夜色中 这珠子是硕硕放光啊 所以极好人 花熊一看就塌了 孙坚在那儿呢 给我追 有孩子可能会问 他怎么就能认定是孙坚呢 为什么 因为别人头上都没这个 这一看就是宝贝发出的光滑 那全营上下谁有资格带这个 那还用问的 自然是孙坚 哎呀孙坚呢 可让花熊给追苦咯 是极极如丧家之犬呢 有孩子又可能奇怪了 说这孙坚不是江东猛虎吗 这么有能耐回头跟花熊拼了 嗨 兵家有句话叫做兵败如山倒 什么意思 就是大军打败仗的时候啊 就像是山塌下来一样 根本不是凭个人之力能够挽回的 你当主帅的别管多大能耐 你只能跟着往下败 就这样 孙坚跑 花熊追 追得孙坚真是急眼了 他呢 集中生智 从马上摘下弓箭 弯弓搭箭 回头照着花熊就是一箭 孙坚呢 不但武功好 这剑法也好极了 别看天黑啊 这只凋零剑冲着花熊的面门就射过来了 花熊那正追得起劲 心说今儿我非把你给逮着不可 你不是江东猛虎吗 我今天就叫你知道知道花熊的厉害 他正追着 冷不丁面前金风一响 嗨 孩子们那凋零剑飞的时候带着金风 你知道吗 花熊就知道不好 要说他反应也真快 往旁边使劲这么一侧身子 这只剑贴着他的脸颊 嗖就过去了 他刚把身子作正 又一只剑过来了 这下再往旁边躲来不及了 花熊啊 真厉害啊 硬是来了个铁板桥 身子往后整个的仰在这马背上 紧贴着马背啊 别看他块头大 柔韧性还真好 这第二剑又躲过去了 他刚刚坐起来 就听见啪一声 他以为第三只剑又来了 赶紧来了个缩紧藏头 就是缩脖子 头往下埋 嘿 哎 感觉没东西飞过来 坐起来一看 孙坚朝着树林跑过去了 嘿吧 花熊气的呀 心说你敢蒙我 你拉了个弓弦 没放剑呢 那给我追啊 那么说怎么回事啊 原来孙坚不是故意的 他看前两剑都射空了 他急了 他两绑一较劲 把弓弦拉到了最满 那弓弦撑不住了 啪的一声断了 孙坚一看 哎呀 晦气 掉头又跑 恰好前面一个树林出现 孙坚可就跑进树林了 他刚刚跑进去 就听后头有人喊 主公 主公 请慢走 慢走啊 回头一看 正是布下祖帽 祖帽跑到孙坚的马前 指孙坚的头顶说 主公 您头上带的那顶金冠 可太爱事了 太亮了 花熊就追着这顶金冠不放 主公快快把它摘下来 给我 您快走 我再次抵挡一阵 孙坚呢 顾不得许多了 把这顶金冠摘下来 交给祖帽 他一个人跑了 再说祖帽 把这顶金冠啊 往一棵树的树枝上一挂 他躲到旁边 一棵大树的后头去了 单说花熊 带着人追进了树林 他到处看 看什么呀 他找孙坚那顶金冠呢 一看 远处一棵树下闪着光滑 嗯 他以为孙坚躲在树底下呢 带着人慢慢走近了一点 他心里说 孙坚你不是刚才拿剑射我吗 行 我也射射你 让你变成个侧位 想到这儿他冲着身后一挥手 过来 立刻过来了十几名弓箭手 花熊小声说给我射 这十几个弓箭手同时弯弓打箭 十几只凋零剑就射过去了 华雄看了看 那金冠还在那儿 没动 他也不知道射中了没有 于是带着手下慢慢的套进 等离近了 他看明白了 和把金冠挂树枝上 人跑了 气得他哇哇爆叫 孙奸小儿给我追 刚说了个追 冷不丁从侧面一棵树后面 冲出一个人 黑影里对着华雄就砍 华雄只觉得脑袋顶上金锋一响 他就知道有人暗算自己 他不慌不忙 举和扇板门大刀往上一挡 咔啦啦啦 把对方的刀绷了出去 华雄顺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 大刀横着冲那个人扫了过去 这一招很快 那个人来不及躲闪 被华雄这一刀斩于马下 咱们书中代言孩子们 被杀的这位正是孙奸手下大将 祖茂 他为了给孙奸多腾出点逃跑的时间 自己埋伏在此处打算暗算华雄 没想到被华雄反杀 但是这一耽搁 华雄再想追上孙奸 他可就追不上了 尽管如此这一仗把孙奸打得大败 残兵败将一直逃回了联军大营 孙奸也会合了自己那几个手下 城普黄盖寒当 狼狈不堪的逃了回来 袁绍一听说什么 孙奸大败而回 大吃一惊 心说这华雄厉害 连江东猛虎都被他打成这样 他可不知道他弟弟袁术干的那好事 孙奸本来回来就想直奔袁术的大营 找他算账 但是又一想 袁术是盟主袁绍的弟弟 真跟他翻了脸 恐怕对自己也不利 于是他暂且把这口气给忍了下来 去收拾自己的残兵败将去了 再说袁绍急忙召集 这些为诸侯 大家在一起商量对付华雄的对策 刚说了没几句 有小孝疯疯火火跑进大帐来报 外面华雄用长竹竿挑着孙将军的金冠 正在讨敌骂阵 口口声声让让让什么 袁绍问让蒙主您出去受死 哎呀呀起杀我也 袁绍说生气心里害怕呀 为什么这华雄也太猛了 先夜袭了孙奸大营 追着孙奸跑到我这大本营来了 接着打不带休息的 他四下里看了看说 这华雄勇猛 不知列位可有退敌之策吗 话音未落 从袁绍的身后 就是他弟弟的身后 站起一位 大帅 末将愿去会那华雄 袁绍也站起来了 此乃我手下猛将于社事业 本领十分高强 想来定可与那华雄一战 袁绍大喜 好 将军多加小心 登令 于社大踏步的出去了 袁绍等人又开始商议 还没说几句话呢 包大帅 于将军被华雄斩了 啊 这才多长时间就斩了 哎呀呀 好厉害的华雄啊 袁绍说 列位 此此该当如何啊 这是现在咱们怎么办 早有一路诸侯 乃是冀州刺史韩复站了起来 盟主 我手下大将攀凤 人称攀大刀 勇武过人可敌华雄 此时 韩复旁边站起来以为 真的是人高马大 威风邻礼 末将攀凤 愿替盟主分忧 我去战那华雄 好好好 将军小心啊 盟主放心 了也无妨 就是说那华雄 没什么了不起的 说着攀凤大踏步出了大仗 袁绍摸着脑袋 韩此时啊 你那攀将军 可有取胜的把握吗 韩复很自信 一挥手 哎 盟主放心 大将攀凤 有万夫不当之勇啊 话音未落 报 潘将军三个回合 被华雄斩于马下 啊 全营上下 从袁绍到各位诸侯 是鸦雀无声 都呆了 也可以说是都吓坏了 孩子们 正这么个时候 安静的大仗中 传来几声冷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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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这一笑不要紧 才要引出三国中精彩的回目叫做 温九斩化雄 咱们下集接着讲 Vend